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9月21号的桑普伦静 9月21这一天 我记得在1999年921我在台湾 当时都是这个 我记得是要考律师考试准备921大地震 到现在都是有余悔的 现在很多台湾朋友问我 或者香港朋友问我 台湾路常常会地震的 怎么及得上过一次呢 即是你经历过99年921大地震 你会知道后面这些台湾的地震都是十岁 当然这个不是轻挑的说法 这个大地震都会再来 但我们无冤无灰都会在台湾继续生活 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这个频道 不经不觉了 做了这个节目四年时间 我2020年7月来到台湾 之后休息一段时间就开始 想一下可以用YouTube和大家见面 基本上连续四年 不是四个月 四日 不是四个星期 不是四个月 是四年 而近这两年三年 是日日和大家做节目 我想这个恒心的话 我也希望能够提醒自己 继续保持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一直做这个节目 我看到很多人很暖心的 每天我见到很多朋友 无论是香港的 台湾的朋友 他们都送很多东西 他知道我的声音很一样 他送了很多一些冲的 他知道我没有时间煮东西 冲的那些茶包 希望对喉咙会好的 所以我多谢这位朋友 也都很多谢这么多人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 无论你们是网上留言 是点赞 还是分享给其他人 还是给课金 或者是subscribe我patreon 我都是非常感恩 是因为这么多年来 有你们同行 我才会有今天 我也希望这种情况能够继续下去 只要我身体好 只要我有时间 但只要我有精力 我都会尽力好做这件事 希望大家common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和看完影片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今天我们说什么呢 与其说美国大选 唯一一个update给大家听 就是美国大选已经开始投票了 不是全世界都开始投票 三个州 Virginia South Dakota和Minnesota 这些州基本上开放实体投票和邮递投票 当然这么快开 10月1日 J.D. Vance和Tim Mosk的辩论都未开始 你就可以投票一下 所以现在都很难说 现在看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基本款都各自归为 而独立选民的动向很重要 都有一定程度的独立选民未决定的投票意向 我想都会看下去 所以迟早投都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投票 而在美国支持我这个节目的人 大家都知道大家会支持谁 希望大家在适当的时候 用适当的方式 去好投票 美国的宣改制度 我们知道 怎么会这么早投票 然后时间错开了 民意的时间错开是有问题的 而有邮递投票 而且不是一些极端情况 要看一些紧急情况才邮递投票 而是所有人都可以邮递投票 这个我想全世界都很少有这样的制度 再加上点票的问题 开放给一些非本州居民 或者幽灵人口的问题 甚至亚利桑拿州最近有个 他们当州的最高法院的判决 就说有接近10万个 即是一些未确定 他是不是有citizenship的人 是有controversy的人 都可以去投票的 这样的判决都可以 所以我就说这次很多阴霾 你不要以为这个选举 特朗普是赢硬的 未必的 所以我说我是支持他 我不是他的粉丝 我会支持他 但我不会认为这个选举一定他赢 因为这个选举不是一个 我们理解的非常清晰透明的选举 希望到时候会有个好的效果 否则的话 我想有很多的 不是我自己的鼓吹 有很多人会自己有不满 而触到有实质证据的话 分分钟会牵起一个内乱 所以我就说 11月5日到1月20日这段期间 其实这个情况有很多的困难会出现 而这个国际局势 是否因为美国内政的困难 而导致到有更多的乱局 那我觉得这个 真的要很注意很留心 好今天说什么呢 今天不说美国大选 先说这个中国习猪头 由习猪头讲起 和一些重要的中国新闻 牵涉到有一位日本的十岁男童 在深圳遇害 很可怕 而中国的态度更可怕 详情是怎样 等一下说 先说习猪头 大家知道 中国威胁以军事暴力侵吞台湾 不断派出军机军艦和无人机擾台的时候 多次公开表明 坚持不放弃以武力针对台湾的中共总书记习猪头 就在9月20日 在中国政协梁振英又去 成立75周年大会上重提 全面贯涉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就是说这么多话 就是灭台公略 他还跳针地重申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其实这些讲到老吊牙的说法 讲完又讲 他根本就有人欲录音机来的 就是这个这样的木嘴 这个黑光的共云 基本上就是这个 今天全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就叫统战大会议 就叫食灭台的大会 这个统战大局 就是他、韩正和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都出席这个大会 全国政协主席王滬宁主持大会 所以习猪头发表这个重要讲话的时候 说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 政协是要着力画好 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愿 那么你不断搞战狼外交 不断逼迫发台湾 怎么说好最大同心愿呢 讲不等于做 总之一班人 他在他本位里 讲一大堆的东西 其实讲到没 共产党不要听他说的东西 而是看他做的东西 OK 因为讲一套 做一套 实际又另一套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本事 OK 他就说 你要努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 人家说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你吃屎你去 我不会跟你有同样的意识 他说加强对于党外知识分子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领 不断提升共识度 托展团结面 密切和爱国爱港爱澳的政团社团 各界代表人士联系 在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 台湾方面刚刚讲过那些垃圾的废话 他就说 要引到华侨传递好中国声音 要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 基本上就是滲透 和想去称霸全世界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人民民主故事 这些说法基本上经不去考验 他就没有主动回应賴清德的说法 賴清德的说法 9月1日雅琴看世界 讲过什么 第一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没有台湾就没有中华民国 第二 中国对于台湾的主张 并不建计于领土完整 如果真是为领土完整 应该主动收回 和俄罗斯收回 现在满清时代 一百五百年爱云条约 一百六年中俄北京条约割让 这么大的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 还有北蒙古 即现在俗称爱蒙古 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还有桃鸭 这个叫做在外面的唐老乌良海 十七万平方公里土地 为什么你不收 你偏偏要收香港 要收台湾呢 所为何事 金融问过 被人家鄧思明摸完头之后不问 程翔问过 结果就是什么呢 陷牢欲千日无悔 这些我们都记得很清楚的事 今天賴清德说程翔都说了 他没有白费这个心血 他没有白费坐牢千日 賴清德说的这番话 正是刺中了共产党的要害 根本没有所谓的领土原则问题 只有他的野心 只有他的侵略台湾的野心 要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并且称霸全世界 这个就是真正共产党的最终目的 而在这个目的之下 大家会知道 賴清德总统也都在9月12日出席过这个 所谓台湾人民自救运动的宣言 60周年的研讨会 1964年的9月曾经是彭明文教授 还有两位学生 魏廷潮和邪充文 也都是发表这个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简称的其实是台独宣言 目的是主吹建设新的国家 要继续 第二就是说 第三个心得很简单 就是说 会继续为台湾民主自由拼搏 第二个心得就是60年前 三位刚刚讲的民主前辈 揭穿了20世纪反攻大陆的骗局 而现在我也有勇气揭穿共产主义 要吞併台湾的骗局 而这个都不是最重要 总之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台湾人民自救运动 是会继续未停止 虽然很多理想已经实现 但是很多主张并未过时 甚至更加突显现代的意义 同时都有目标尚未实现 所以我们要继续共同推动这个活动 刚刚讲的了 建设新的国家成立新的政府 重新制定宪法 加入联合国和邦交 一中一台 重新制限改善人权 入联邦交 我想这些东西 是不是主张上未过时 目标上未实现呢 这些他不说明 但是大家都知道 目的是什么 测试水温 到今天有没有很大的反抗呢 没有 美国、日本各方面 也都不会因为这样 对这个赖清德 有任何的问题 而美日有选举在职 现在这个美日大选的空窗期之前 赖清德是要继续这样 往这个试探方去做 这个就是说 台湾逐渐 由事实上的台独 迈向法理台独 一个重要的标志 而只有法理台独 才能够细备和中国切割 全世界得以承认 而这个需要有时势的 即今天你如果觉得 美国在第47陈重台 特朗普执政 是日本的首相高市祖苗 for example 我举个例子 如果这样的话 我想赖清德要推动 他这个法理台独 或者这个所谓的 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这种想法 希望破除了战略模糊 变成战略清晰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要重新定义 就是一中一台 承认台湾 建立台湾的邦交 允许台湾交入联合国 等等的东西 甚至无台湾制定新宪法 不会受这个 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所捆绑 这些可能都会摆上台面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This is a trend 如果这件事会能够成功的话 我想台湾卖行这件事 事实益 等待时机 可以摘取果实 但如果不是 是哈利斯 石破谋 很可能 结果就不一样 结果就可能 甚至比现在拜登的情况更差 可能会跌回奥巴马时代的情况 这个情况 尤其Harris没有说清楚 是否废除中国所有关税 OK 这个有个question mark I do not look like Biden 这些东西 let's turn the page 那些东西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看台湾 不可以只看台湾 要看美中关系 这个我一直会放在一个大框架里面 去看台湾 除了垃圾之外 更加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日本的在深圳学童 以外 我觉得六月的时候 在苏州有深圳学童 差点遇害 上一辆巴士 刚刚有个中国女人挡住 挡刀死了 当时甚至没有 很多人 中国人要集结在苏州的公安局外面 要求放了个兇手 而且说这个苏州女人 因为党都而死的苏州女人是个汉奸 当时我知道这班 我现在可以有一个新名给中国人 叫死前生物 简单来说未进化 由猿人进化到人类 Homo sapiens是一个过程 他未进化 也就是不知道未进化的野蛮 死前的动物也可以 总之它是动物 或者叫猿人也可以 我们就叫死前动物 起码那些YouTube 那些Facebook 就不会Blog我的 我不说中国人 我说死前动物 大家知道他说什么 看回那些死前动物 他们完全都不明白到 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到 自己是多么庇护 你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对人生命的重视是什么 是非我族里其身必义 是否自己中华民族 炎王子孙全世界最伟大的民族 日本以前世代的人 攻击过中国 于是所有的大黄民族 都是垃圾 都是可以杀的 是否用这样的态度来看问题呢 如果你认为是的 我便说 那你拜托下地獄 不要再看我的节目 我会觉得 没有必要跟你说服 有些史前动物 他只是觉得 只要中华 汉 唐 整个嗨气 肾上腎上腺素 就会上升 又长江黄河珠江 又跟着又说什么 美丽昆仑山 又说同思宋慈圆曲 多么厉害 整个好像肾上腎素上升 成了威尔冈 就是伟哥一样 就是我这些大中华交 可以优异 我希望大家都用一种 谦虚的精神 看回全世界 你只不过是 无论你认为自己的中国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台湾人也好 不要紧要你自己的认同 但我只是一点 告诉大家 就是说 你对人民的生命 任何人的生命 都需要重视 对日本人的生命 是否需要重视 这点很重要 中国政府不断的操弄 这个仇外的情绪 中庸先动国内的仇外言论 导致多次的外国人 预袭事件 9月18日的93周年 当日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 日桥学校一名十岁男童 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砍 用刀 勾出那些腸 打到肚子里 斩他的脚 很多刀 斩脚斩肚 这种仇恨 你完全不懂他 空手完全不懂这位十岁男童 而你这么凶狠 所谓何事呢 是吧 19日的凌晨 不致身亡 相当惨 对于这件事呢 我想看过 惡性事件 是必须要去搞清楚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政府就说 这些事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的了 打倒习近平 打倒专制独裁政府 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会发生 对不对 对不对 推翻政府 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的 民主也好 独裁也好 推翻政府 领导人下台 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的 那你不下台 对不对 是吧 那叫人下台不行 煽动罪 拘捕你 那我不觉得你戴一个 这个FDNOL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T恤 口罩 写些东西在巴士上 在全世界都会被人拘捕 OK 只是香港 中国 澳门会被人拘捕 所以我会觉得很凶 就是今时今日 他们说的话 原来固了猶豫言他 就说这些东西 哪里都会发生的 然后那些日翘下说 你这么不担心 那不要紧 你呢 以后就不要认日本人 你的书包 不要给日本人的书包 总之你低调些 上学就可以了 我这么说话 你记得了 甚至很多家长都说 以后要把日本人的书包 是一个固定格式的 要扮中国人的书包 那才这样上学 是不是这样呢 那你扮到又怎样呢 这个校车一开签 写上日翘学校的啦 所以我就是说 不要这样掩耳道令 好吗 一个人不要活得这么温郎 好吗 对这个小孩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非常离谱的一件事 正直这件事呢 这个日本人呢 就是这件事 被刺死之后呢 就是被刺死之后呢 中国不但没有道歉 没有政法 反而呢 就是什么呢 假意和日本是好 希望降温 这件事是挺有趣的 一方面战狼式的话 哪个地方都会发生的啦 有本事就换过书包啦 但另一方面呢 又和日本是好 希望日本呢 对中国情绪呢 不要那么激 其实中国都要求于日本的 日本买多少中国货 多少投资 和市场在中国 彼此之间既竞争 又合作嘛 竞合嘛 那所以呢 北京也都突然之间 在20日宣布呢 同意日本的核废水排放计划 以前整班香港民建联那班人 是不是 整班 我们一世人都不会再吃寿司的啦 只要是核废水的东西呢 我们一定不碰的啦 几十年一直排下去的话 我们一直不会去日本的 哇 有几多中国人 如官 搭飞机去日本 有个大陆女 搭飞机 在那儿玩 那些国泰 那些后面那些东西 都被后面两个香港人说 哇 大陆女 之后国泰呢 永久禁止两个人搭飞机 是吧 即是这个世界是这么荒谬 好了 那你中国人说永世都不会吃那些核废水排放区 什麽什麽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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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水产品 整班人都大吃大喝 真是有趣 自己又说要用国产手机了 你不是要用这个李国伦推荐的这个 这个华为Mat XT iPhone16一开卖 全部人用去买 这个就是用真正的中国人 就是一班这样的人来的 史前动物 终于就是 那这班这样的人呢 你会看到怎麽对中国政府的事情 他不敢说的 中国政府说 日本水排放快饭水 是呀 他们排放快饭水 我们永远都不会吃他的东西 中国政府突然说 我同意日本的核废水计划 撤销对日本海鲜进口的限制 那些seafood都不限制了 这班中国人是没声说的 他不会骂共产党政府的 他不出声 所以你几个窝囊的史前动物 在这个之前 中国一直以中国海鲜被辐射污染为由 禁止日本水产品的进口 外界质疑 中国这样做是为了微捕和日本的外交关系 你想微捕 就是微捕动物 不行 岸田文雄已经说得很清楚 一定要追究到底 18日在深圳 一名十岁的日籍男童 在上学途中被四十四岁的男子刺傷 经送于后不治 男孩的父亲是日本人 母亲是中国人 你刺身是中日混血儿 那你为什么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事件感到悲痛 谴责这个悲劣的犯罪行为 日本外相上村羊子 要求中国提供案情 并且加强安全措施 据意识就是这个疑空在香港后高叫 是我奸的 就是杀完之后 就说是我做的 这个什么的心态呢 变态 警方上未透露他的动机 那动机就是仇日 外界对于事件发生在918事变 纪念日本 纪念日感到敏感 并担心这个和仇恨教育有关 这个近三个月以来 第二次 就是上一次就是这个蘇州 针对日本学童的襲击事件 日本政府其实早已和国际原资能机构IAEA 就福岛第一汽电站核处理水排海事件达成共识 将会扩充监测框架 计划给中国参与让本采集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将会9月20日和IAEA的总干事格罗西做电话协商 并就新的监测框架达成协议 以扩大第三国参与 确保监测的客观性和公平性 人家禁让你 你竟然恩将仇报 自从2023年8月 日本开始核处理水排海之后 中国已全面停止日本水产品的进口 之前要求独立采养加强监测 但日本拒绝这个要求 接着皇帝乘朱头说放就放 有没有科学论席有没有任何政策 总之皇帝说什么就什么 这个就是中国 不止皇帝是一个独裁者 新监测体制制 IAEA的框架达进行 目的是确保日本的主权 回应中国的关切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蒙宁 重申中国反对日本单方面排海 表示中日双方达成公社会 东出日本旅行国際化的义务 避免对环境和人体产生负面影响 蒙宁强调现有估计的评估 和监测机制不足 缺乏透明度和可信性 需要加强国际监测安排 确保中国等利益相关国有效参与 已经有了 所以说中国坚决反对 记住蒙宁的声明 坚决反对日本擅自啟动排海 希望国际社会加强对日本旅行承诺监督 为什么你又放呢 第二 目前对排海评估和监测不全面 需要施立长期国际监测安排 确保革命度 为什么你又放呢 如何妥善处理 一个学童的死 就会突然之间有危险便安全呢 所以我就是说整件事 第一件政治决定 是吧 很突然的 大家还记得《九一八事变》 不需要和大家补中史 1931年9月18日中日战争的 其中一个重要之前所的前哨的一件事 就是叫做进占整个满洲 就是因为九一八事变 枯团事件炸死了这个 即是关东军在沈阳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路 借口发动侵略 关东军迅速占领整个沈阳 当时日本军部都未有授权 但是关东军自把自为做行动 整个关东军就进占整个满洲 几个月内控制整个满洲 那个什么叫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 是吧 蔣介石要他这样做 要他抵抗 他不抵抗 在北京玩女人抽大麻 这个是张学良 最后就是张学良不抵抗 1932年就已经日本完全控制了北满南满整个满洲了 怪谁呢 是什么怪谁呢 中日历史的结仇影响了中国对于教育如何对落日本人的态度 因为中日战争的影响 和中国小孩从小被灌输要杀死日本人的思想 可以从电视影片或者电影中看到 不止思想上被影响 还要实际拿刀拿槍演练如何杀死日本人 X帐户的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发布 一侧广东深圳小学生集体浅踏日本国旗的片段 看来呢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和侮辱呢 是游戏 重娃娃抓持 一直培养到大的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那这件事呢 你会看到呢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都看到了 网传就是这位受害的男生的家长 就是他的爸爸也写一封信 讲了很多东西 真与假我现在都不知道 但我现在就是没有进一步的说法之前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就是说 日本是时候要考虑撤枝撤桥 为这件事已经很严峻 不是今天你开放日本水产品进口去换取日枝 日翘继续留在中国 这件事去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 就是说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在左上腱 就是这个砧板上的肉被人刺的 这个是很严峻的问题 谁先开出第一枪呢 Panasonic Panasonic 允许员工自行反日 费用将由公司负担 Panasonic 譬如日本韩国很多公司 我都知道他在日本整个家人带去的 通常你要带去中国 或者其他地方的家眷 是有特别的家级的 所以其实很多日本人 是很喜欢在外面外派的 因为外派呢 你譬如说那些小孩 在当地日本人学校读书 就是刚刚我们遇到的日本小孩 就是遇害小孩 可能其中一个 其实他们本身也是全家人去的 而且呢 薪水还要加倍 或者加多少%给你呢 去给你的 去那个地方居住 这个就是日本公司的好处 Panasonic开出第一枪 允许员工 反日 而且费用 由公司负担 你想回去 你一顶不住了 你想回去 我出了机票 给你回去 整家人一起回去 所以 从下集团 Panasonic 宣布 这件事的话呢 葵券都返回 公司会批准承担经费 而我觉得这个是 全部公司都会这样做的 而很多的日本企业也提醒 中国员工 或者前往中国的派田人员 要注意安全 Toshiba 东芝公司 目前大约有 100名的员工在深圳 公司也发出提醒 前往中国的员工 或者正在居住在中国的员工 注意安全 日本汽车大厂 丰田公司也呼吁 在中国的员工保持警觉 日本时报分析 中国人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 无疑是为中国吸引外资的目标 形成障碍 将近半的在中国的日本企业 近期都表示 今年不会增加支出 总之就是说 就是不会再扩张 不会再新增新的投资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我觉得日本是时候选择 供应链重组 离开中国 不要再过度依赖中国 同时日本是这样 台湾都是这样 韩国更加要是这样 今天杀得你日本人 也杀得你韩国人 台湾人 因为在他眼中 中国人数最大的 他基本上是一种真正的法西斯 真正的纳粹主义 OK 当外交部冷回灾 任何国家都会这样 我想请问有什么情况 你想想个男子 那个肚子 刺穿个腸都爱老 妈妈在旁边哭 这个故事多么悲良 而他妈妈是什么 是中国人 总之是中国的女人 和日本的男人结婚 生了的全部都是日本人 接着呢 我管你什么 就当你是汉奸走狗卖国炒 这就是中国 所以是非常悲良的一件事 非常悲良的一件事 所以我说 看中国的新闻 我会觉得非常可怕 希望大家要明白 今时今日还有一个 台湾的年轻人 是不是 去到中国之后 二十几天 没有联络了 已经失去中 找他找不到 家人朋友找他 都完全找不到 以前有李明哲 李孟居 一直有很多的例子 李明哲李孟居 都回到台湾 请问这位年轻人去哪里 因为什么事 不知道 不知道 有没有人去问 有人问 但没有人知道结果 这就是中国 他是一个 伊斯兰国 基本上 你不断批评伊斯兰国 批评哈马斯 你用同样的力度 批评中国 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一般人 就当人 你落答 声色犬马 你要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名牌车 名店 时装 名牌 吃东西 喝酒 你感受到多么富丽堂皇 可以 现在在大城市 普通农村不行 大城市都一定有这些东西 因为中国衰落 会有个时间 都会有这些东西 但一旦我就说了 你遇到危机 你撞车 你被人打劫 你被人捅两刀 你突然间身体有很大的患疾 癌症 whatever 你会不会留在中国 那些香港人 在看我这个节目的人 如果有些亲戚留在中国 你跟他说 你是享受的时候可以很好 当你有危机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中国 而当 你一个外国人 日本人 美国人 台湾人 韩国人 你会不会再继续留在中国 因为那些这样的史前动物 是觉得你是什么呢 你是劣等的民族 加害人 杀之不尽 杀你都不觉得可惜 是有一群这样的癫痘 我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你别错 真的有很多人抵运 是这样 是有些人不敢做 有些人就怕背锅 但有些人真的疯了 是有些人 基于这个思想 真的做了出来 而那些只是反映了冰山的一个 归根结底 就是这种可悲的可怜的自恋的史前动物的优越主义 这种史前动物优越论 是我觉得非常严重的问题 简称民族主义 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及早离去 即是无论大家在共产党宰制下的情况 是这样 但你走不了 怎走啊 相互 不要紧要 能做就做 不做就没办法 我们世界上的人有命运问题 我们各个各自都要选择和承受 就算我离开的话 都会选择和承受很多东西 是不是 我 我 不在香港 有时候我可能 即是说 我也说服不了大家 即是说 为何你不留在这里 我只是说 我会有我自己的抉择 否则我都不会做这些影片和大家聊天 但我只是说 我是有失的 我是有遗憾的 世界上每个人做抉择都有得与失 会被人说话的 即是有批评的地方 也有被人赞美的地方 所以无论赞美还是批评都好 都会看到一个 一个人 或者一件事的一些面向 而不是全部 不一定 会有这些方面的事情 而这方面的事情 我自己都要默默去承受 我只希望大家努力一点 信念 希望 很重要 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 等运渡 光明始终会到来的 我们下节再谈 我们下来吧 然后再来